喝咖啡 談藻礁 宣告破局了 原本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要在明天和環團溝通 不過 珍愛藻礁公投決策委員 開會討論後 凌晨宣布破局 而公投領先人潘中正說 之前決定要和政府見面溝通 是錯誤判斷 會引起大家的不信任感 不過也有共同發起人不滿 不認為溝通就等於是摸頭 珍愛藻礁公投連數在上週四 臉書書突破了五十萬份大幅超越門檻 原本預計在週一 和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喝咖啡談藻礁 不過在珍愛藻礁公投決策委員會 開會討論之後 宣告破局 公投領先人潘中正在臉書宣布 臉書書整理工作繁重 需全力完成整理工作如期送件 才不會辜負全體連數人所託 目前以無暇分身他用 欠難出席三月八號的會議 在週日上午也表示 之前決定要和政府見面溝通 使錯誤判斷會引起大家的不信任感 不過也有藻礁公投共同發起人 表示不滿 不認為溝通就是摸頭 要談事情就是要溝通嘛 因為他不是談判 但是如果各方把溝通就解除成摸頭 那是不是代表以後 政府跟我們立場都不一樣 那我們就一昧的都不溝通 就直接對決 不是這樣 而人在南投出席農產品外銷記者會的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則表示尊重 暫時的取消我可以完全的理解 而且會尊重我們團體朋友們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政府的這個溝通的門永遠是敞開的 保護藻礁 非核家園 減煤 降空污 他說政府都會一起努力 歡迎環團用各種方式持續來溝通 華視新聞城市 彭冠霖 周大翔 綜合報導 我們會期待